关灯 开灯 开瓦树 关瓦树这样 完完乎乎的搞到天亮 有时候还乱发脾气 这一点 希望我们孙的年轻人 你要了解老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老人家他的生理机能 用这么久了 有时候他会退化的 退化之后他的记忆力会衰退 甚至会输住 甚至更可怜的老人痴呆都有可能 他不但开灯 关灯 关瓦树 还缓缓缓的搞到天亮 有时候还乱发脾气 甚至抓到他太太 老太太 抓到他的头发前打脚踢 那反而张琪的婆婆反而是相反 他的先生对他这样之后 他反而不再开口说话 只用点头的 摇头来回答 战户的暴力相向他也不会抵抗 你看两老 两老 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的相爱的 想不到老的时候 这么明理 这么有教养 有教育的一个老人 会去打他的太太 都是这么的老了 因为这是身体生病了 生病了 所以到最后 他们连大小便都输尽了 这个叫什么 叫老人输住症 因为他以前 这个老人输住症 这种概念不普遍 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像这种老人好可怜 很多就被主女不知道被关起来了 连张奇这么有水准的人 他还不太懂 所以他带了他们两老去看精神科 以为他们的精神是精神病 所谓我们一般的后子讲的 神经病的意思就对了 精神病 所谓战户的时候 医生那种开一些药 控住情绪 控住患解 控住幻想的这种药物 但出了两年 还是没有什么起色 但是年轻九十岁的老人家 可以说完全退化成一个婴儿 一个幼儿 但张奇和他的老公 他是一起的疼爱他 一起的哄他 那公公就像孩子小孩子 一般的天真的生活 所以张奇用爱 来克服私自的公婆 他们一家 从不嫌弃又老又病的老 两老 张奇说 父母的恩情 山高水长 他们可以忘记我 不记得我是学 我是什么人 但是我绝不能忘记 他们对我的付出 不简单 张奇堂堂是一个歌星 人家说歌星是比较 桥花 羡慕西荣的 但你想不到 他是一个歌星 名歌星 你看他遇到 他的领老的公婆 生病的公婆 私自的公婆 他能这么的孝顺 还转练 用那种 教育小孩 养育小孩的那种心境 去孝顺他的公婆 他的内心是在告诉自己 父母的恩情是山高水长 虽然他们已经不记得了 我们是谁了 但是他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他们对我们的付出 不简单 真的是不简单 很感动 所以因为张奇住小 父母就离异了 没有父亲在身边 所以公婆带他 就像亲生的女儿一样 后来他和他的先生 婚礼上出了问题 两个人一度也离婚十年 一双这个幼龄儿女 前告他的公公婆婆 照顾长大的 所以很多次他的公公 也去探望 探望他孤零零 在外头离婚的媳妇 想起公公温馨的这种关心 如今张奇一讲到 想到那个过程 他就哽咽了 他就哽咽了 他说我输医的时候 我的公公都有这么好 我能回报的 只是这么的一点点 你看 一家人用正面的心态 心态来迎接着 他的公婆的病 这个真的是不简单 每当家里有朋友来访的时候 张奇他们就从来 不把他们老人家藏在房里 都让公公穿得干干净净的 就坐在沙发客厅里面 其实有时候他们会随随便便讲话 忽言乱理 但张奇都会笑着哄他 并耐心的向朋友介绍 解释什么叫老人疏忆症 老人疏忻症 他总说我公婆这样有什么好丢人的 你们也不要笑啊 几十年后可能是你是我 会是一样的病 就这样 所以他用了他的公婆的那种病 来教育着他们周边的所有的亲戚朋友 不知道哪一个人老的周围 与他那是一样的 比例数非常的高 比例数非常的高 所以他总说 有一次他的婆婆在厕所 他的一两个小时都没有出来 后来他发现 他在里面用他自己的愤便 在墙壁上里面 整个墙壁作画 当下他看到了第一眼 差一点崩溃 抖门而慈 瞬间他愣了一下 他就记起幼小的时候 父母亲 为我们把食把尿 他就想起了婆婆 年轻的时候读过艺专 读过艺术大学 他会画画 他会捏头 于是他那吸了一口气 微笑了牵起婆婆的手就说 妈不要紧 别怕 我们来冲澡澡洗香香 因为输出的老人 这家属 的确是很辛苦 一定要转个恋来看待 应该要拿这一幕来解释 重点在张琪他们夫妇已经转练 也接受包容 他的公公婆婆 老人的孙住症 要用的当作小孩的方式来教育他 就像一个年轻的父母亲在教育小孩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 如果这样 整个的家庭就能和谐 整个的家庭就能幸福就能快乐 因为不管他是无奈 不管他是怎样 你要有勇气去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你看 本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在他们的整个的转念的观念之下 他们将这个事实转捞为幸福 转捞为快乐 转捞为用爱的方式来包容他 整个也套一说我们顺利人爱的主女 尽到一点的这种孝心 我们来谈谈十字寿 家义和谐第一步 便是长幼离有别 家庭要和谐的第一步 长幼一定要有戏 不然每个人一个比一个大